字幕提供 悟空這版喔 叔叔還是不推 叔叔還是不推薦你們在排位上以及巔峰賽做使用 因為你可能會看到還是有人在用 對那是可能他們純粹覺得自己蹲點很厲害 但是叔叔講的推薦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覺得這隻角色就是放在打底位 一選他就是很難解 比如說什麼 叔叔推薦過的 企羅 星葵 對有沒有這種角色布萊特阿 然後還有什麼 瑟斐斯之類的 這種角色叔叔還是比較推薦你們來去做一種嘗試 悟空這隻角色 你可能會想說 直接聯賽為什麼還是有人在用阿 然後怎麼樣 當然 除了之前你純粹說過 直接聯賽會出的東西 排位賽跟店鋒賽並不適用 因為他們有全局BP 你就想今天他選完其羅之後 下一場他還能選其羅嗎 不行阿 因為我有全局BP阿 我沒有辦法兩場都選一樣的角色 對吧 所以呢 悟空這種角色就會出現 但是他選出的原因 來 再報你們一個料完蛋了 今天講太多了 還是我們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本期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等一下再跟你們講這個戰術音樂 我先看這個藍 他一個人出人 打野跟射手在上面 他死了 我自己直接一技能普攻 而且我帶一個普攻 直接帶走他的人頭 那我們回到剛剛那個話題 為什麼職業聯賽 會選擇 有時候會考慮出這隻角色 其實就是很簡單 你就想今天我是一隻刺客 我是來刺誰的 刺琴 我今天是來殺敵方 後排對吧 我對於後排的威力 震懾力非常之大 我給他的壓力很大 我今天是一隻悟空 你就想今天對方是一隻隱形的蝙蝠甲 壓力大不大 一樣 悟空也是同樣的角色 那你今天在過半的時候 什麼叫過半 來專有名詞學起來 有時候你們看比賽的時候 會聽到這個專有名 過半就是 你把小地圖打開 從河道那裡直接橫著 切一條線 一半是你的 一半是什麼 敵人的 對 今天 你在大後期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過 因為你要攻人家主堡 一定會出現過半的情況 你敢過來嗎 你沒有我的視野 你敢過來嗎 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 這就是悟空的架勢 我可以讓你 不敢過半 我們這裡直接一樣 繼續普攻 然後二技能普攻 一技能好了之後 再普攻一下結果被暈倒 但是沒關係 一技能開走 再二技能普攻 成功帶走敵方人頭 然後記得啦 你的悟空就是帶惡魔覺醒 沒有其他的魔紋考量 因為呢 畢竟你敲完 敲完一套之後 還可以再敲一套 這個最近能力非常 像我剛剛就是已經敲完一套了 然後再敲一套 對面那個海洋 有三段位移都逃不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 這個悟空這個造型 我真的偷偷推薦一下 叔叔 我先說叔叔沒有拿錢 但是叔叔真的覺得 悟空這個造型 這個騎歐兜拜的動作真的超Q的 一定要去解鎖 來悟空的精華一樣 就是先看能 我們打二拍 我們不急 我們不急 等一下我們這裡好像 可以打一拍喔 有機會了 這裡直接引申出去 普攻大絕普攻二技能普攻 有沒有看到 全部人直接陣線被我卡開 不過這個刀鋒進場了 我們這裡呢 躲一下等一下冷卻CD 然後對我全施工 好非常棒 這個 沒關係二技能出去 一技能趕快走 這個就不要再打了 再打 一定死一定死 因為那個刀鋒有大 他剛剛已經刷新了 王悟空很簡單 你就是當個癡漢 你有沒有發現我一直在偷 你來就抓到了 有沒有 一技能普攻大絕普攻 他完全沒丁沒丁 怎麼打 對 你今天走 一個人走在河道 好像有綠叔叔 好像有綠叔叔 你敢走出來嗎 不敢 對 就像一個癡漢 悟空是這種角色 我今天在地圖上面 完全沒有漏頭 你敢出來嗎 這就是他的價值 好不好 那你今天要玩他 當然你就要記得什麼 隨便漏頭 你不能在地圖上面 隨意的漏頭給敵方看 這樣子 你才可以讓敵方感受到 非常巨大的壓力 來 你今天要學 你今天要變成一個癡漢 你必須怎麼做 偷偷摸摸 對 你今天如果光明正大 那就是什麼 跟各位一樣 變態 有槓 輸出不是 輸出是正人君子 對 我們這裡好像快死了 但沒關係 二技能一技能 立刻拉退 然後隊友呢 再次倒下 哈哈哈哈 欸 怎麼那麼強 來了來了 大決普攻 二技能普攻 欸 這replay吧 我每次都蹲那個草 每次都被我蹲到 好爽 我跟你講 那一個煞家 那個藍 已經在同樣地方死多少次了 終點就是呢 他們只要敢過半 就會遭受叔叔的制裁 OK 我們這裡呢直接衝進去 然後 他怎麼那麼坦 我還有大局 沒事沒事 我要你咧 他只甩一個 他是甩一個棒子 然後我剩半條嗎 我的天 不急啊 完了完了 是 我們反正他現在沒有我位子 來 看一下這個先 隱身進草叢 二技能普攻 大絕普攻 啊 沒爆死 哭啊 幹嘛 二技能普攻 一普攻 怎麼了 還給我看錯出來 我的CD很快喔 你是假 這個有 惡魔覺醒 不是惡魔覺醒 啊對啦 惡魔覺醒 惡魔覺醒就是這麼OP 我打完一套 立刻開大之後 還有一套 cd非常非常的短 後期要出破陣 還是天蟲 其實這主要就是 等一下 我先來殺這個藍 這個藍有點難過 我們先二技普攻 大絕普攻 反應不及 他連大絕都沒有辦法開 OK我們現在呢 往前壓一下 先壓一下亥牙的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 只要我今天 給對方後排壓力 他就很難進場 你有沒有發現 他不敢進場 因為我招式扣著 他只要敢進場 就是直接被我 12或是22 21這樣敲兩棒 血直接殘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草叢好像可以蹲他 隱身進去 欸有一隻刀叢單 沒關係 我這裡呢直接敲那一隻 海牙就好了 他斜線 兩棒直接殘 剛剛如果三棒的話 他已經掛了 那回到剛剛的話題 破證還是天蟲 你們要了解 破證是為了誰出的 切坦克出的 對不對 天蟲是為了誰出的 切坦克出的 破證是為了誰出的 切敵方軟皮後排出的 那你今天悟空 要打的是誰 敵方軟皮 對吧 我今天要給的是敵方後排 軟皮的壓力 所以呢 我今天如果 會一直切他們的話 那基本上 我太需要出天蟲 但是如果今天敵方後排 給你出了很多防裝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出天蟲 叔叔還是比較推薦你們 出破證就行 出破證就行 我們現在也要先收一下 這個身邊摩隆克的 等等呢 我們就可以錄得非常非常之深 你們有沒有發現那隻亥犽怎麼樣 過半了 對 他死定了 我最近的 你看我接個不不撐 呃 棒棒 然後再一個二技能 哇哩哩這敲攻擊 但是沒關係 他這掛 就這麼兇 我最近的力超強 你一直後排 你幹嘛給我 出去 你試試看 對 很可怕 所以呢 當你今天如果你遇到 敵方出悟空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向上天祈禱 他不要報警 不是齁 你要怎麼辦 你要 找 你的中府 盡量靠在你旁邊 你就求他 如果他不來 我跟你講 好不要玩啊 我就送手啊 就啊 這樣我對於死啊 但是我們不 我們今天不必要這樣子 那個是歐北亂共 剛剛不是蘇利叔叔講的 叔叔要你做的事 跟隊友出去做溝通 拜託他靠在你旁邊 不然我真的會死 求求你 保住我 好嗎 但是如果你當你今天 隊友不這麼做的話 沒關係 你去找你男朋友 你就直接跟他說 你這給他爛口話 好 好 他這樣在我旁邊也是 他就知道了 OK 沒問題 實命必打 了解了嗎 又學到了一段 然後本場你就信了 大概就在這裡啦 後面有點垃圾事情 就是我就一直 悄悄悄悄悄的遊戲在結束 最後其實主要想要跟你們講的就是 悟空之子角色的戰術考量 一樣 我們把它講的更深一點 因為這場 畢竟我們打的現在這種排位 的東方賽並不是 什麼職業聯賽 職業聯賽可以選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前面剛剛講過 我讓你敵方射手 在大後期的時候 有過半的壓力 為什麼要有這個壓力呢 各位你們仔細想一下 我今天有過半的壓力 但不是說我沒有辦法輕易的過半 對吧 我沒有辦法輕易的探敵方的操縱 這會造成什麼很大的因素 第一個 在職業聯賽裡面 你的隊友一定要在你旁邊 不然我今天大後期射手 只要悟空還活著 我沒有他的地圖點 我死定了 我不敢隨便的出去 然後葬聯重點就是這個 我的隊友一定要在我旁邊 敵方當然也知道這件事情 我可以去做分推 對吧 那再來是什麼 你今天不敢過半 你敢跟我出來搶凱撒嗎 敢跟我出來搶 深淵魔龍客的嗎 對 這也是一個考慮的點 對 這也是一個考慮的點 但是 這些點 全部都建立在什麼 你的悟空還活著 只要當你今天 悟空被抓掉了 這一切的東西瞬間都不見了 我今天是一隻大後期射手 我是一隻擁奧 我今天肥豹 你的悟空 對我有威脅的那個人死了 遊戲結束 我就是把你射爛 我直接跨出去 這個門終於為我開啟了 你懂嗎 所以今天如果你遇到 敵方玄悟空 想辦法 在他沒有露頭的時候 藏起你自己的位置 想辦法讓他先進場之後 你想辦法把他抓掉 只要他一死 放心的去吧 Let's go 就是直接給他勇敢 直接給他互射 就是把你所有一切 前面累積的那一些怨恨 射到他臉上 本期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見 拜拜